你好 欢迎来到《红歌杂谈》 今天聊聊跟这个迟到有关的话题 就是我生活当中也有过工作经历 因为迟到这事也挺烦人的 那么很多朋友可能是因为突发情况 突发状况迟到了 没赶上飞机 没赶上火车 各种原因吧 或者约会迟到了 有的人是习惯性迟到 他就没有时间观念 那么最近我是看到一个新闻 我觉得也啼笑皆非 也挺悲催的 那么是在挪威跟邮轮公司 这个邮轮的挪威邮轮 他们在非洲和欧洲 有一个22天的线路 去非洲这些沿海城市和岛屿玩 然后最后再回到欧洲的西班牙 那么他们在中部非洲的一个叫 Santomi这么一个岛 在那个岛一靠岸 早上靠岸 乘客可以下到陆地上面去 在岛上玩一天 下午比如三点或者四点之前 回到船上来 晚上吃喝住都在船上 然后明天再到下一个小岛 再下来玩一天 然后晚上再上来 一般都是这种行程 很多朋友去过游轮都知道 那么他们在Santomi这个岛上 把八位乘客留在了那个岛上 引起媒体的报道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八个乘客迟到了 他们就是下到这个陆地上面去玩 但是登船的时间 他们晚了一个小时才赶回来 但是当他们赶到码头的时候 也确实看到这个游轮在徐徐的开动 他们就很气愤 就觉得我们都赶回来了 但是闸门已经关了 你就让我们上去呗 船刚动你让我们上去吧 他可能不懂 这个东西那么大的 万吨巨轮一起动一停一起动 那是很复杂的系统 那不是坐车开个门 你上来吧 赶紧咱再走 那不是那情况的 所以他们就被困在那了 那么这八位乘客也挺勇敢 他们用了15个小时 穿越了6个国家 赶到了塞内加尔的下一站 然后呢 就也通过飞机 也通过汽车 各种交通工具吧 赶到了塞内加尔 终于追上了这个游轮 所以这个经历呢 也是挺奇葩的啊 那么这八个人当中呢 而且好多人呢 身上没带钱 他带着船上有的那个消费卡 不带现金什么的 然后呢 他们只有一对夫妇呢 身上有这个Visa信用卡 5000美元 那么他们的整个的费用呢 都是由这一对夫妻呢 帮忙啊 给大家分摊的 回来呢 再再再再再说吧 那么终于呢 算是赶上了 那这么一件事啊 我就觉得呢 其实这个 我看完呢 特别有共鸣啊 因为原来呢 我是坐旅游的嘛 所以呢 你是他是 这个坐邮轮迟到了啊 没赶回来 我们以前呢 是旅游车啊 旅游巴士 他不及时回来 那么我们就得开车走人啊 所以呢 生活当中是有的 我先说两个例子 一个是我一朋友的 然后还有我的 我那朋友呢 是12年13年吧 当时啊 纽约有一次发大水 就是这个 飓风啊 这个大西洋的飓风 然后加上狂风暴雨 整个迈哈顿呢 都被淹了啊 迈哈顿呢 被淹之后呢 那些隧道啊 大桥啊都关了 就是交通封闭了 出不去了 那么你困在岛上的人 就在住那儿等着 等什么时候 水退了 然后隧道开了 船开 这个桥开了 你才能够自由流动啊 那几天迈哈顿是关闭的 整个迈哈顿岛呢 迈哈顿是个岛啊 是个像条鱼一样的一个岛 那么迈哈顿一关闭 所有人就不能动了 我当时就有一个朋友 带一个旅游团啊 就在纽约的迈哈顿 那么这个飓风来之前呢 其实他们也知道啊 天气的这个情况和预告 因为很多人说啊 这有风险啊 这个必须要撤离 然后呢 但是他们的行程呢 是住在迈哈顿 所以我们那朋友呢 就跟那些游客商量 十几个人说这个东西 如果真的是严重到啊 可能隧道和大桥随时关闭的话 咱就困在这了 这几天哪也动不了 没吃没喝 这可不行 咱们调整形成啊 咱们离开迈哈顿 咱们往北走 跟客人商量啊 去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呢 等回头过几天天气好了 再回来 还是怎么着吧 游客也答应了 因为就怕啊 这个这个关这个隧道什么的啊 结果呢 就约好 转天早上八点 咱开车 咱去新德西 约好八点 就有那么一对夫妻 后来他跟我说 他说可我气的 那对两口子 每天就他们迟到 每天就 晚个五六分钟啊 七八分钟啊 有的时候多十几分钟啊 就这个样子 他说那天早上 我们约八点开车 离开迈哈顿 从酒店出发 他们住在迈哈顿呢 都说好了 所有人 人家有的七点四十 七点五十 八点之前都满了 都坐好了 行李都装车了 就等那两口子不下来 晃晃当当不下 打电话 叫那屋里也没人听 也不知道这两口子 在电梯里啊 还是在哪 就等吧 过了 过了将近二十分钟 两口子拿着行李出来了 说我们刚才都下来了 下来之后呢 忘了我们那个水杯啊 落在房间了 然后就等电梯上楼 再下来就耽误时间了 哎呀 我们忘了 给那个我们的哥们给气的 那个破水杯 那个保温杯 吃几个钱 你拿那个破水杯 这都完了 快二分钟了 赶快上车 稀了呼噜上车了 结果 他开到林肯隧道 那个隧道口的时候 他前面那辆车 啪 就被门口的警察拦住了 说隧道关了 他前头是倒数第一辆 被截停的 他是倒数第二 你要晚的 早那二分钟 你不就出去了吗 你不就出 就过岛了吗 结果就在他前头 啪 隧道关了 给他给气的 回家 不能动了 走不了了 又回来 再得回到酒店 开房间 还得重新花钱 所有人都得自己花钱 因为这是自然灾害 谁也付不了 那么自己花钱 住在酒店里 等几天 不知道 等通知吧 哪天天气好 水退了 能开了 你们就走 不能开 那咱就不知道 就只能等着 结果他在那里边 溜溜被关了六天 给其他游客也气得够下 那还是花钱 耽误着时间 六天他还是去不了 而且当时迈哈顿 是断水 就是他没有水 他们住那酒店 他说我们在酒店里 电梯也没有 停电 为了安全 怕着火 什么的停电 他说那电梯 你也不能下楼 而且他说你都不知道 每天就发一瓶水 一个小面包 每个房间 就一瓶水 一个小面包 就在床上待着 你说又没水 没电 你看电视 玩手机 什么都没有 你那坐着 而且他说 你不知道 最悲催的是 都不敢拉屎 因为你上完马桶之后 去完厕所 没有水冲啊 你看他路里多臭啊 你拉完怎么冲 冲不下去 我天 我说怎么这么 这个 这么倒霉啊 哎呦 那两口子 让我们给骂了 哎呦 那后来那几天 那两口子都不敢 不敢抬头 让我们给骂了 要不是你们的破水杯 就差 等你们这二十分钟 咱不就出去了吗 但是困着五六天干啥 所以 就是这种 你没有时间 关键 而且你已经迟到了 你如果说 有这种时间 关键 八点上车 哎呦 咱们 就应该在七点 起码七点五十 在那出现 你本身掐着点 你八点 汤汤汤汤过来 哎呦 水杯落楼上去了 再等 摁电梯 再等上去 拿完东西 再等着下来的电梯 你这来回来去 二十分钟很正常 你所有人在这上面等你 所以就因为那件事 我那朋友跟我说的 就因为迟到 你说说 白扔了五六天时间 而且还得花钱啊 没吃没喝呀 多悲催 那是他经历过的 我呢 以前工作当中 也经常碰到 这个游客迟到 而且你会发现啊 这里一个旅游团啊 这个迟到的人啊 永远是那几个 老顽固分子 永远是那老几位 要不就这一家两口啊 要不就那一家三口啊 永远是他们 掐着点三五分钟 晚个三五分钟回来 要不就时间长了 七八分钟 大概有这个样子 其实呢 就特别像我们小时候上学 反正全班同学 准保就那三五个 总保一打零 七三火辽出现在门口啊 好像裤腰带歪着 什么衣服也穿的 扣也系的不对 这一路上不知道 怎么系咯咯咯的赶过来的啊 就那种 它其实就是习惯性的 没有时间概念 没有这种 自己的这种时间调理性 那么我碰到那个呢 就当时呢 是在这个 也是在纽约啊 他们是从夏威夷 洛杉矶 然后到东岸来 在那边已经玩了十天了 最后几天在东岸 然后再从纽约 坐飞机回上海 全团呢 是来自 江苏的 上海的 浙江的 反正南方人 二多个 其中呢 有四个人啊 这是两对夫妻 江苏镇江人 印象很清楚 剩下的就其他地区的啊 剩下的都是年龄大的 就那两对呢 还算年轻 大概五十岁 五十五六吧 其他都是六十多岁啊 七十的这种老人 就那对呢 算年轻点啊 五十来岁吧 两猴子 然后呢 就是两对夫妻 然后呢 就是到了这个 华盛顿呢 第一天 在哪看完呢 就晚个三五分钟 我就没在意 后来到纽约呢 有一天 第一天呢 也是晚 自由女神那天 也是迟到回来了 然后后来呢 有个团里 有个大妈就跟我说 导游呢 他们一路上都在迟到 在夏威夷也迟到 在洛杉矶也迟到 我们天天等他们 你看每次吧 也不多 都是五六分钟 七八分钟 但是我们在这坐着 就回来 我们回来早 这不就白等 他们这么长时间啊 后来我也听 哦 明白了 在前头就开始迟到 有这种啊 全团啊 大家就就 这一路上就等你们 我知道了 然后呢 当天晚上 就是在这个 Time Square啊 时报广场 晚上九点 集合啊 就在那拍拍夜景啊 大家看看灯光啊 自由购物转转啊 我说九点 咱在什么地方集合 谁也不能晚 麦哈顿不能停车 这地方 所有人必须九点出现在这个 这个地方 然后我车过来 大家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三五分钟时间 赶快上车 上完车就能开走 这地方不能停 行明白了 然后呢 我们九点 我一看货 八点五十左右 那些大叔大妈 全都回来了 九点车一来 呼呼呼都上去了 然后就那四个人 两对震僵的不回来 我天哪 这怎么回事呢 我就 又等了他五分钟 其实我的习惯呢 每次都会跟游客说 我的手机号是多少多少 咱们九点发车 如果你迟到了 我一分钟也不会等 你自己叫出租车来追我们 然后呢 我 你给我打电话 我跟出租车司机说 咱们要去的地方 让他给你运过去 我说咱们这个不会等的 每次我都这样说 但其实呢 我每次也会多等个五分钟 你要回来 没回来实在时间太长了 我就不等了 所以那天呢 那四对呢 就那四个人 两对 所有人都上车 大叔大妈眼巴巴的看着我 其实呢就有一种感觉 就觉得 我们不好意思说他们 背后发烦骚还行 但是谁也没有这个权力 让导游决定 到底等还是不等 走还是不走 然后9点01 9点02 我说然后我就拿手机 还这个录像啊 我说我现在录个像 录个音 我说大叔大妈给我做个证明 现在几点了 然后现在几点 是不是过9点了 是过9点了 都说过9点了 我说现在几点 现在9点02了 我说好 这个时间我正在录像 也把咱们这 现在的时间都记录下来 那么现在就开车 啪 我就把这个 我告诉你 开车走 走走走 为什么呢 因为那天晚上 我们从麦哈顿 回新泽西的那个酒店 实在是太远了 得开车将近45分钟 所以呢 我就狠狠巴巴的 得制止他们 就是你不晚了吗 好 那这次让你搭出租车 就会很贵 给你来一个最贵的出租车 我们就从麦哈顿 开着40多分钟 就回新泽西的酒店去住 那么也就开了10分钟左右 电话叮了巴朗 我说你们在哪呢 哎呀我们回来了 我们回来 我说是啊 我们那地方不能停车 我们9点已经开车走了 所有全团都在车上 我说你们叫出租车吧 哎呀导游这太远了 你们在哪 我说你叫出租车 我跟司机说 去给你们送到什么地方 哎呀这我叫不着出租车 我说那没办法 我说我们这个所有人 我不能耽误所有人的行程 在一个这些大叔大妈 已经很晚了 有一些这个大叔身体不舒服 累了 我必须把他们送回酒店 我说你们自己叫车吧 我就回酒店了 然后那四口就叫了一个出租车 回来呢 大概比我们晚了 得有一个多小时才回到酒店 因为他叫车 而且叫车之后呢 出来之后呢 又堵什么的 所以晚回来呢 也没说什么 因为他确实他坐的不对呀 他们迟到了 那跟我有啥关系啊 然后转天早上 我都跟他们说好了 咱们早上六点出发 早上六点 因为是转天 从这个肯尼迪机场啊 他们回上海 他们的飞机好像十点还是几点 我忘了吧 反正就是好像到加州还得转机啊 他这么个人这么个航班 我说咱们六点必须在酒店大堂 这个集合 我说六点的意思 就是所有人都拿着行李 出现在这个酒店大堂 咱们要上车 六点咱们准时得出发 行行行 我说尽量五点五十 好好好 结果转天早起 我说咱得回国航班不耽误 五点四十五点五十 那人都满了 我看大叔大妈全下来了 赶紧气了咔嚓往车上装东西 到六点 哎 那四口还没东西 哎呦 行李也不拿 我心想这到底等他们是不等他们 因为那上飞机啊 这昨天已经回来完了 这东西 哎呦 这可咋办 我就给他们房间打电话 我说你们现在这个必须马上下楼 我们要出发了 他说那不是说六点吗 我说对啊 我说我们正收拾东西呢 你不是六点 我说六点不是让你收拾东西 六点是让你拿着东西已经上车了 我夸我就把电话给撂了 就很生气啊 因为这东西又让我们等 转天 他其实呢就有点小情绪了 有点生气了 觉得昨天我没等他 我一看干脆不等 走走走走走 我们就开车奔肯尼迪机场 这四个人还照样六点二十给我打电话 他说你们怎么走了 我当然走了 我说你们自己去机场吧 我的工作也完成了 我说跟我没关系了 我说你们自己去机场搬登机盘吧 那你跟着司机说呀 怎么 结果他们在去肯尼迪机场的那个278那条路的大桥上面 出了个事故 我们就因为比他们早了二十分钟 我们六点准时开车 我们就没赶上那交通事务 结果他们出来交通事务之后 那路就堵死了 他们最后真的就挽飞机了 这就是我经历 我因为为什么念想深 他们一路上在跟国内打电话投诉我 然后我接电话 我怎么国内打电话 要不我们那个纽约那个合作的旅行社会打电话 哎呀 Derek哥 你怎么把他们扔下 我说废话 我等不了 哎呀 都国内要扣钱的呀 我说你扣扣扣扣 跟我没关系 我说 不等 绝对不等 我就这风格 然后呢 他们真的是没赶上飞机 他们到了机场 我给所有人办完登机盘 大概七点半 七点四十左右 这些大叔大妈就金安检了 他们赶到机场都已经八点四十了 整晚了一小时 然后我在机场呢 我看见他们到机场了 然后他们给我打电话 我说我工作已经完成了 我说这个 现在你们的飞机赶不上了 你们自己联系吧 我就走了 然后国内就玩命 打电话投诉 我说爱投诉 投诉去 其实呢 那件事呢 我是觉得很气愤 因为他对别人不尊重 我是普通工作 但是你跟大家其他的这些 大叔大妈一起来 出来旅游 你就应该遵守这个时间 因为你浪费的是别人时间 人家说了 九点几何 人家可能八点五十就回来了 那等到你九点二十 人家在这六六等了 你已经三十分钟了 前后大起来将近三十分钟等你 那人家跟你无亲无故 人家没有任何关系 人家凭什么等你 我们也是花钱来 你也是花钱来 我花钱在这陪 在这陪 等着你 有这说法吗 所以呢 我就以前碰到过这种 基本这个是我印象比较深的 因为他们比较恶劣 他故意的 也不能说地域骑士吧 反正就个别这几个人 他就觉得占你便宜 或者觉得你们这些老头老太太好欺负 我就晚个五分钟 八分钟 七分钟 十分钟 怎么着了 我就多拍几张照片又如何 他就觉得每次都 我就晚一会儿 又不能把我怎么样 他就觉得不能把他怎么样 后来我听说 我听说他们好像是自己又改机票 然后又住了一天是怎么着 改成第二天再走 反正那件事情呢 也弄得纽约的合作伙伴 对我意见好大 就说你怎么不等他们 废话我等不了 一路上就这样 其实那边也年轻 现在应该不会那样了 现在应该不会 但是这个迟到的毛病 确实是不好 而且呢 你是对别人 对这个事件的不尊重 你没有约定 没有约定大家的这种约束 当然也有迟到造成好事的 这个我之前还看过一些帖子 最近有一个关于迟到的一个 说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呢 巴尔蒂摩大桥前两天不是被撞了吗 然后呢 这个大桥被撞呢 第二天第三天吧 隔几天就出来一个新闻 有一个乌布尔司机 还是个女司机 她当时呢 接到一个呼叫 在这个桥的这边 接一个乘客 然后呢 就要经过巴尔蒂摩那桥 她的时间约定 就是要在那点约 把她送到办公立点去 那么就因为这个乘客呢 迟到了 为什么呢 她这个车 因为她预定的早上的几点 比如说七点 或者是凌晨几点吧 她那是凌晨三点多吧 就约好的那个车 那哥们呢 迟到了 从楼上下来晚了十分钟 那女司机呢 还挺生气 你晚这么长时间 给他打电话 说等等 我以前也遇到过 就是他有倒计时嘛 然后你给他打电话 你说你怎么还不下来 他说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不好意思 但是呢 我等他时间呢 也是计费的 所以你等呗 反正人家也付着钱呢 就等 那女司机就等 结果等他来了 结果那女司机 他来之后 刚一上桥 警车啪把那里拦 不行 前面不能上了 他是第一辆车 被拦在那 他就说 这是一个迟到的 也给了我幸运的乘客 如果说他不迟到 我们按照时间上去了 会不会碰到 这次坍塌时间 也不好说 这是他遇到的 那么一个 比较幸运的 这么一个迟到的事情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新闻 好吧 今天就聊到这 请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